某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有人从名歌手家里偷了珠宝出来,那位小偷没有逃多远,因为有警车经过。 窃贼就把珠宝袋藏在雪里,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安德森警探,他设法逮到了两名嫌犯,请看看他们,并猜出抢了歌手的人到底是谁呢? 假如你徒手挖雪的话,那么你的手会变红,这个人的手指和手掌都是红通通的,不过那个女人也有可能是戴着手套挖雪,所以她也有可能是小偷,但是她不可能穿这么高的高跟鞋跑,对吧? 有位大学教授他走进讲堂,他一位年长的同事,正在这边讲量子物理学,他在黑板上正画着方程式,而学生们则是用笔电做笔记。 教授看了,就知道其中一个学生是在睡觉,他开始在教室里走着,轮流站在每个人的后面,请问到底是谁在做白日梦呢? 几乎所有学生们都在笔电上写方程式,除了那一个以外。 因为他的荧幕关着,原因是因为他睡着了啦。 安德森警探,他在追一个穿燕尾服的抢匪,突然间呢,这罪犯跑进了一间大厅,里面的所有人都是穿着正式的服装。 请帮忙,帮安德森警探在其中找到嫌犯吧。 抓住他! 他之所以会流汗,就是因为他在跑步。 里奥的老板在吼他,因为他没有完成一周的工作计划。 里奥现在整个周末都要待在办公室完成工作,老板拿了里奥的磁卡,所以他无法离开这栋建物。 但是,随着几个小时过去了,之后里奥肚子感觉很饿,办公室里可是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不过隔壁房间有冰箱和冷藏库,就在有磁卡锁的门后面。 星期一的时候,里奥给老板一份完整的报告,不知为何的他有办法拿到食物和水,请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里奥只是走过去冰箱,帮自己拿点吃的而已,又没人说装磁锁的门有锁起来。 迈克在一辆赛车的后座醒过来,引擎低吼着,风吹在迈克脸上,没有人握着方向盘,正前方就是悬崖。 迈克的手背绑起来,他毫不犹豫地跳出车外,落在博优路上。 惊讶的是,他居然连刮伤也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车子没在动了,只有引擎在跑,也就是运转中,这样而已。 维多利亚快要到家了,灯泡自己开启,点亮到门前的路,维多利亚插入钥匙,进到里面。 经过了几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他从猫眼看出去,看到一个戴帽子的男人的轮廓,维多利亚害怕开门。 不过,害怕并非是因为那是陌生人,而是因为那不是个人。 请问你,他为何会这么想呢? 因为感应灯没有在作用,所以外面那个不是实体哦。 沙漠边缘呢,有一个巨大的机棚,机师泰勒走进去,发现到有只猫睡在靠近天花板的其中一只梁上。 泰勒决定要去拯救它,这里没有楼梯,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能用来攀上去。 泰勒唯一看到的是地上的一大滩水,请问,到底这只猫是怎么上去的呢? 本来有冰块金字塔,猫是先爬到了顶端,之后再上去到天花板,然后接着冰块融化了,就留下了一滩水。 马格、瑞秋和戴安娜几个人一起走在街上,分享着他们的周末计划。 女孩们看起来很富裕,不过呢,其中真正很有钱的,其实只有一个,请问是谁呢? 是马格,你看,可以看得到他包包里有法拉利的钥匙。 山地出门的时候,把墨镜从包包里给拿了出来,但是却意外弄坏了,他现在得买一副新的。 山地叫了计程车到了时尚精品店,城里最棒的眼镜,第一栋建筑上的招牌如此声称。 再来,时尚最棒的眼镜,写在第二家精品店上。 第三家店的描述最酷,山地走过去,请问你,这第三家店,店名是写了什么? 这条街上最棒的眼镜。 比尔未经轮去医院拿到了口方药,他第二天被发现昏迷不醒,警察发现有人换了药,查问三名嫌犯。 他的心脏科医生强生医师是下午三点看诊开药的,医院的清洁人员约翰早上七点来打扫房间, 发现他并报警。 护士苏珊早上八点拿药来给他,谁说谎? 苏珊。 清洁工在苏珊宣称拿药完来之前一小时就报警了。 米娅得到一只新猫,把猫带进自己跟另外三人同住的公寓,可是她的室友全都讨厌她的新宠物。 三个月之后,她出了两天差,等到她回家的时候,猫不见了,她问了所有室友。 史提夫没有注意到猫不见,大卫说她对猫过敏,就算一天也受不了身边有猫。 尚恩是照顾猫的人,早上找不到猫的时候很震惊。 谁说谎? 大卫。 假如她对猫过敏,她之前无法跟米娅的猫共处一室好几个月。 你去参观废界的城堡,却受困地下室。 桌上有一小根竹棍,几乎跟你的钱币一样长。 在你面前有三扇门,你必须在其中一扇后面待一个小时才能离开城堡。 哪一个选项最安全? 在第一扇门后面有一百只有狂犬病的野鼠。 第二扇后面有一个装了水的箱子,你必须把头持续均在里面。 第三扇后面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池子,里面有镶形水母。 第二扇门你可以用竹棍呼吸。 布莱恩坐火车去附近的城市旅行,他把手表放在桌上。 正在找车票时,火车进了黑暗的隧道。 等到出隧道,布莱恩的手表不见了。 车厢只有三个人,玛丽整段时间都在睡觉。 克里斯多福在找皮夹,要去买杯咖啡。 麦克在玩手机游戏,谁拿了手表? 是玛丽,旅途开始时,她的袖子是卷起来的,假如她在睡觉就不会把袖子放下来。 莎拉走出商场,此时有人从她手中抢走包包并驾驶红车逃逸。 保全关闭停车场,找到三个开红车的人。 爱丽莎说,她收到保全呼叫时,人在里面购物。 大卫说自己才刚到。 鲍博说她正要付停车费离开。 谁没讲实话。 大卫,她的窗户上有停车单。 从告示牌上看,她已经在那边超过两小时没付钱被开单了。 而且,她讲了对猫严重过敏的谎。 赛门闯进这一带最有钱的房子,拿走非常昂贵的钻石。 警卫在她离开时抓到她,搜身找钻石。 他们知道她拿了,所以等他们便寻不着,就用X光扫描她,但却还是没有。 赛门把钻石放在哪里? 警卫一抓到她,她就把她放在其中一个人的口袋。 等搜身结束,他们要载她回家。 她再趁没人注意从那人口袋拿出来。 有一位疯狂科学家把你带进她的地下室,计划要把你留在那边一年。 他让你从三种食物中选择一种来维生,你会选哪一种来救自己一命? 意大利面跟面包,米跟豆子,牛排跟花椰菜。 假如你只吃意大利面跟面包,你只要八个月就会得坏血病。 牛排配花椰菜的碳水化合物低,这样会开始靠分解你的肌肉质量来维生。 你最好的选择是米跟豆子。 你身体需要的九种必需氨基酸,这都很丰富。 而且你可以种一些生豆,靠吃豆芽来获取维生素C。 北迪呢?那可是个幸运的家伙哦! 他在巧克力工厂当夜班警卫。 然后有一次,他如常地检查着工厂,却注意到了有人偷了几盒特殊的限量版巧克力。 第二天早上,北迪询问三位嫌犯。 点心厨师杰森说,他晚上七点轮班结束后呢,他就直接回家了。 他的太太可以确认他整晚都在家里面。 外送员哈利则是说,我完全不吃巧克力,我连闻味道都会严重起疹子。 而公友彼得回答说,我昨天在打扫仓库,我在地上找到一颗巧克力糖,就吃掉了。 我很抱歉,拜托不要开除我。 请问你,你看了出来谁是小偷吗? 是哈利,他站在房间里,拿着一碗融化的巧克力,但是却没有穿防护设备。 假如他的过敏是真的话,那么他就会起疹子了不是吗? 又是巧克力工厂的另一个工作日,杰森决定好好来整一下肥迪,然后呢,他就用巧克力包覆了一颗生鸡蛋。 在他把它包好之后呢,就把它跟真的巧克力蛋放在同一个托盘上。 杰森拿起巧克力蛋过来,肥迪呢?他可是立刻就看出假的那个了。 请问,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真的巧克力蛋呢,里面是中空的。 所以,杰森在走路的时候,会在托盘里滚来滚去。 不过,反观生鸡蛋则会比较重,所以不太会移动。 肥迪,这次呢,决定要好好的反强义军,所以啊,他打扮成鬼,去下杰森,可是呢,却突然有几只真的鬼。 他就在房间里,请问,你分得出哪个鬼才是肥迪吗? 那边那个,他是唯一一个一点也不透明的鬼。 在某天晚上,工厂在庆祝周年庆,高层办了一个派对,所有的职员都参加了卡拉OK大赛。 多数人呢,那都是唱得无敌好的,而且还收到了礼物跟花。 可是,只有最厉害的两位参赛者,也就是南希跟贝希,他们俩呢,成功的进入了决赛。 他们准备再用一回合对决,不过呢,贝希却突然摔倒在地,不省人屎。 医生宣称说,他是被下毒了,可是,大赛的所有参赛者都吃了一模一样的食物,而且,警察检查过了盘子,也全部都没有问题。 请问,你猜得出怎么了吗? 有人在贝希的花里下毒。 第二天,贝迪如常来上班,他环顾四周后,惊呼,等一下,是谁带了猫来巧克力工厂,这里不准带宠物。 请问这次,你看得到任何动物吗? 在这里啦! 猫受到了惊吓,跑去另一个房间,贝迪跟着他。 那么,你现在看得到猫吗? 他就藏在那里啊! 贝迪抓猫又失败了,他跑出建筑物,躲在了花园里。 现在,你能帮他找到猫吗? 这个可怜的动物在这里哦! 贝迪抓到猫了,并在他的项圈上找到一条小纸条,这上面有联络资讯。 贝迪打去给了猫的主人,可是电话没有人接。 所以,贝迪下班后,就带着猫去了纸条上所提到的地址。 这是一间阴森的城堡,门锁着,需要密码。 请问,你能帮贝迪用这个线索来破解密码吗? 密码是英文的,Rainbow。 之后,有一位阴沉的老人,招呼贝迪进城堡去。 贝迪预期,他会感谢他把猫给送回来,不过呢,老人却是开始邪恶的大笑,并锁上了所有的出路。 然后,他说,假如你有办法完成我给你的三个任务,你会得到一百万元。 不过,要是失败了,你会永远待在我的城堡里。 以下是第一个任务,帮我在这些蔬菜中,倒到我的眼睛。 哦哦,你能帮贝迪吗? 就在这儿。 老人出的下一个任务是,熬药,而且顺序要正确,他给了贝迪这份药谱,请问,你能帮帮这个家伙吗? 首先呢,你得先放咖喱,然后再选蓝莓,好让药水带绿色。 最后呢,要加番茄,好让它变棕色。 至于这些蔬菜呢,肥迪不需要。 而第三个任务,是要在这个打乱的房间里,找到一本书,你能看得到吗? 他伴藏在沙发下,老人把钱给了肥迪,带他到了出口,然后就消失了。 可是,就在肥迪试图要离开时,他意识到门是锁着的,上面有密码锁。 肥迪在附近发现了这张神秘纸条,他得要答对这个才行,否则他可能会在里面受困许久。 那么,是什么密码才能把门给打开呢? 2361,每个数字对应到前面一组数字里的圈圈数量。 肥迪终于可以自由离开了。 解码是一只美人鱼,真的啦,他跟亲朋好友住在大西洋,你能光用看的就分辨出家里的小妹是谁吗? 看看美人鱼阿嬷,它尾巴上有很多海星,这是暗示,每颗海星代表一年的生命。 这表示第二只美人鱼是最年轻的,它的尾巴装饰了15颗海星,这表示它15岁。 另外两个姐姐分别是18和22岁。 某一天,解码去了一场美人鱼派对,可是其中一位客人不是真正的美人鱼,你看得出是谁吗? 那边那尾鲨鱼不是美人鱼。 解码的妈妈费欧娜拥有一间可爱的单层美人鱼珠宝店,她早上早早来到店里,发现最贵的项链被偷了。 她打给海底警察,费雪警探抵达,训问了费欧娜,我在晚上10点打烊回家,珍珠项链当时就在这里。 费雪找出三名嫌犯,隔壁店的老板说,我晚上8点打烊,之后马上就回家了。 警卫说,昨天晚上我当班,或许小偷趁我在另一层楼巡逻的时候偷溜进店里。 打扫阿姨说她下午4点打扫完毕就赶着回家,因为她先生有庆生会,谁说谎。 警卫,费欧娜的店是一层楼的建筑,项链被偷的时候她不可能在别的楼层,没有其他楼层。 杰玛在跟海豚游泳,到了海面上,突然间她看到两位英俊的男子,尼克与瑞克,他们俩都深陷麻烦,杰玛应该先救谁? 瑞克,虽然这艘木船有些淹水,不过还好,而且尼克可以把水咬出去,可是这艘冲气船受损了,瑞克很快就会落入水里,而且附近有鲨鱼。 杰玛救了他们俩,把他们带到岸上,尼克拿起手机,没得到允许就拍了杰玛,杰玛请他删掉照片,因为人鱼族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 尼克说,好,我会删掉证据,不过你得先破解我的谜题,到处是咸水,可是放眼无海。 我讲的是什么?你能帮解码吗? 正确答案是,泪水。 瑞克约解码出去,他同意了,他去找在地的女巫,要买拥有人腿24小时的药水。 通往女巫家的门锁着,纸条上写着,假如你想见我,请先找出钥匙。 你能帮解码找到钥匙吗? 在这里,解码用钥匙打开门,却发现另一道密码门,门上有纸条,什么东西有88个键却一扇门也打不开。 你能帮解码破解谜题吗? 是钢琴。 解码没有钱,女巫提议。 假如你猜出我的谜题,我就免费送你药水,不过你要是破解不了,就要永远当我的仆人。 所以听好,整个里有两个我,一对里有四个我,看到三就有六,八里则有四对我。 你要搞懂的是,我到底是什么? 解码马马上破解谜题,拿到药水。 那你呢? 正确答案是BAN! 解码拿到药水,喝下去,变成人类。 他要去会面的地点,有三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穿过一座住着吸血鬼的村庄,第二条长满有毒的花朵,可能让他神志不清。 第三条路则是穿过挡住所有魔法并除去先前咒语的魔法森林。 解码应该选哪条路? 第一个选项是最安全的,阳光明媚,吸血鬼或许在睡觉。 瑞克和解码在家名为三只美人鱼的餐厅见面,不过门廊只有两只美人鱼雕像。 咖啡店的老板维特很清楚这一点,也能轻易解决,可是他却不做。 为何? 这是他的经营策略,发现错误的路人进来餐厅跟老板说,然后通常留下来午餐。 瑞克是警局的一位警探,他跟解码吃晚餐期间接到紧急工作来店。 乡村住宅的主人杰夫说,他的管家企图除掉他。 前一晚,管家给他一颗苹果当甜点,他咬了一口就昏过去,他第二天醒来就立刻报警。 瑞克和解码去了犯案现场,管家否认这一切,解码不知道要相信谁,可是瑞克检查犯罪现场之后,马上就知道谁说谎了。 谁是骗子?管家或主人? 主人说他吃了毒苹果,假如这是前一天发生的,这颗苹果现在肯定黄了,可是并没有。 这个人肯定是报警钱才咬的。 解码没注意到这个线索,因为他不住在陆地上。 比尔走在码头上,梦想着有一天要买自己的船去环游世界。 突然间,他看到了一艘载满了人的绚丽大船,他再看一眼。 可是这次却没在船上看到任何一个人的。 为什么?让我给你一点提示,船没成。 答案是因为船上的人都结婚了,没一个人的。 山姆船长邀请比尔加入他们的派对,比尔很开心,立刻到甲板上去。 山姆船长指的甲板上的三位女性跟比尔说,见见我太太,乔吉娜。 你分得出哪一位是他真正的老婆吗? 这位女士穿着类似船长的衣服,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老婆。 这个女人的婚戒很特殊,而且跟这个家伙的一样,所以她或许是船长夫人。 不过这边这位女士完全没戴戒指,手臂上有个心形刺青,里面刺着山姆的名字。 假如你仔细看,你会看到山姆的手臂上有类似的心形刺青。 哦。 乔吉娜走向两位男士,问了比尔一个棘手的问题。 拿两样东西你绝不能早餐吃,你猜到了吗? 午餐和晚餐,当然啊。 他们带比尔去餐厅,他看到两张桌子跟似乎一模一样的咖啡师,但他们之间有三个差异。 你已经注意到了吗? 在这里。 比尔问乔吉娜一个关于他家庭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兄弟跟姐妹一样多,可是每个兄弟的兄弟都只有姐妹数量的一半。 他的家庭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你猜得出来吗? 有四姐妹和三兄弟。 其中一位咖啡师为比尔乔吉娜和山姆煮了美味的咖啡。 乔吉娜把杯子留在桌上,然后去洗手。 等他回来,杯子不见了,是谁偷了乔吉娜的咖啡? 这家伙,他的杯子上有口红印。 晚餐之后,比尔去洗手间,他注意到一座鱼缸靠在走廊墙上。 突然间,门猛然地关上,他需要密码才能开门,比尔要怎么打开门锁。 门上有暗示一只黄色的鱼,比尔应该数水里所有的黄色鱼并输入数字。 没错,正确密码是13。 比尔开了洗手间门锁,发现自己在一个有着四扇门的奇怪大厅里。 这里有电视和一扇小窗,窗户在靠近门的墙上,窗太小,无法从这里逃脱。 突然间,电视开启并告诉比尔他只有一个存活机会,他得要选择正确的门。 三扇门是假的,只有一扇门能引他通往自由。 比尔要怎么知道哪扇门才是真的? 他得打开窗户,如此会在正确的门下引出对流风。 比尔回到餐厅,服务生上了两盘美味的寿司。 你看得出其中有任何差异吗? 在这里。 晚餐之后,比尔生病昏倒了,他在一间诡异的城堡中醒来,喇叭中传出山姆的声音。 假如你有办法解开我所有的谜题,你就会带着十亿美金离开这地方。 如果没办法,你就要永远待在这里。 首先,把门打开。 比尔检查了门,这需要密码。 比尔没浪费时间,很快就破解密码。 你有猜到正确的组合是什么吗? 是4784,看看墙上,这里有提示。 这边有四朵花,每一朵都有特定数量的花瓣。 比尔发现自己在一条黑暗的长廊里,那声音说,下一道谜题在此。 仔细听了,他无法被看到,感觉到,听到或闻到。 他位于星辰之后和山丘之下,他填满空洞。 他来之在前又随之在后,他终结生命与欢笑。 他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黑暗。 比尔一给出答案,某人把门厅的灯打开。 比尔看到四扇门,第一扇门后面几乎寒冷。 假如他选择走那条路,他会在几秒内变成冰块。 第二扇门后面有一只邪恶的吸血鬼。 第三扇门后面的房间里充满了毒气,会让比尔无法呼吸。 而第四扇门通往装了饥饿鲨鱼的水缸,比尔应该怎么选? 他需要等到日出,然后走过第二扇门。 吸血鬼痛恨阳光,所以比尔是安全的。 在下一个房间里,比尔看到墙上都是这个图案。 你能帮他指出不同的图案并解锁通往下个挑战的通道吗? 在这里。 比尔进入下个房间,摔进一个六米深的池子。 池子是空的,不过五分钟内就会开始装水。 比尔吓坏了,因为他不太会游泳。 他看看四周,注意到池底有一条将近两米长的绳索。 还看到一个约1.2米宽的木桶跟约一米高的金属保险箱。 比尔将近两米高,你能帮他安全离开池子吗? 比尔应该在水位上升时抓住木桶,这会协助他漂浮,把他带到表面上。 比尔成功地离开水池,进入下个房间。 他看到这个图案,这些影像当中有个隐藏按钮。 你看得出在哪儿吗? 在那边。 比尔发现自己在座美丽的花园里,他需要找出哪一条路通往出口,你已经破解谜题了吗? 只有第五条路没有阻碍。 下一扇门有五位数密码锁。 比尔看看四周找提示,他发现一张有着五位数的字条,81169。 不过密码是错的,比尔开始慌张,可是后来他意识到密码为何没效了,那你呢? 比尔把纸拿反了,正确的密码是69118。 带维尼小姐报警,说他房间里面的钻石项链被偷了。 有人打破窗户闯了进来。 有位警察来到他家,看到窗户确实破了,房间里面也是一团乱。 你觉得真的有人抢了这位女士,或者这整个事件是社局呢? 没有人抢了带小姐。 假如窗户是从外面打破的,地板上就会有玻璃。 可是地板是干净的,这表示窗户是从里面打破的。 或许就是带小姐本人哦。 暑假的期间,潘尼的朋友邀请他去录影。 潘尼不喜欢这种活动,却也不想要承认他宁可待在家里面看电视。 所以呢,他跟朋友说他爸妈找他一块去吸浪。 事实上,他的确是待在家里追剧了。 他的家人传了一些度假的照片给他。 潘尼呢,就把自己披到照片里面再传给朋友。 可是,等到他们看到照片, 他们就意识到潘尼没有在希拉。 他们是怎么想通的呢? 因为潘尼在每张照片里都穿同一件衣服, 这看起来很可疑嘛。 劳伦斯太太有三个青少年女儿, 邦尼、凯西与希拉。 他们全部都被禁足了,不能够离家。 不过有一位邻居在商场看到了其中一个。 劳伦斯太太回到家里面问女孩们都做了些什么。 芒尼说她整天都在读书。 凯西说她在房间里面画画。 希拉说自己是待在花园里, 刚刚才进门。 到底哪个女孩去了商场呢? 凯西和希拉, 鞋子上面都有泥土。 希拉这样是没问题的, 因为她在花园里面。 可是凯西说她没有出过房门, 这表示她在说谎。 以为一直想要一只猫, 可是妈妈不准她养。 有一次她在街上发现一只小猫咪带了回家。 她知道妈妈会叫她送去收容所, 所以她决定要把小猫给藏起来。 以为设法养了两个礼拜, 没有让妈妈发现到一点异样。 可是有一天早上, 以为的妈走进了女儿房间里, 意识到里面住了一只猫。 她是怎么发现的呢? 以为穿着短裤, 她的腿上都抓伤咯。 奈德在俱乐部上班, 她的工作是检查客人的身份证件, 不要让任何可疑或小于21岁的人进去。 看看这些身份证件, 帮奈德决定一下 今天谁不可以进到宴会里面去。 你觉得这边这个女人怎么样呢? 她似乎没问题, 让她过。 现在看看这家伙, 你怎么判定呢? 赫,她住在仙境诶。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城市, 让她回仙境去, 今晚没得开趴。 这个女孩呢, 你怎么想? 她似乎可以。 这是另外一张, 你对她有什么看法? 你的判断是…… 要是我的话, 我会说可以通过。 那这个女孩呢? 她生日的月份跟日期似乎颠倒了, 我会说她的身份证件有点问题。 她的身份证件有点问题。 那这个呢? 可以还是不可以? 她只有17岁耶, 肯定不可以的嘛! 好了, 那我们来换个困难点的怎么样。 瑞特开着车, 要去隔壁的城市, 而其中的一颗轮胎却没气了。 她停下来更换, 却意外地把四颗固定轮胎用的螺栓, 全部掉进了下水道。 呵, 真是笨手笨脚的。 这家伙没有额外的螺栓, 可以固定轮子, 好开去附近的修车厂。 而这条路也很荒凉, 没有人从这边经过, 而且瑞特的手机还没电了。 这家伙可以怎么修车, 然后开去修车厂呢? 有一个解决方法, 她可以从另外三颗轮胎各拿一个螺栓, 用这三个螺栓拴住第四颗轮胎, 这样肯定够她开去能够得到专业协助的地方。 尼维亚参加乐透抽奖, 她有一张写着所有中奖号码的纸, 她还是可以参加, 没有人会阻止她。 可是如果尼维亚参加了, 她中奖的几率跟每个人都一样, 为什么呢? 尼维亚只是把所有可能被抽中的号码都写下来, 她还是不知道确切哪一个会确评中选, 所以这不影响她的几率啊。 想象一下你是公车司机, 这个公车司机正在开过一个小镇, 车上有七名乘客。 司机在第一站又接起了五名乘客, 有一个人下车。 在第二站, 司机又载到了八名乘客, 有九个人下车。 在第三站, 其余的乘客全部都下车了。 公车司机是几岁呢? 这似乎令人很困惑, 答案却很简单。 如同我起初说的, 你就是那个公车司机, 那你几岁呢? 哇, 这么老了。